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论是大明星也好 还是厂工师傅也罢 他都非常的尊重 见到谁都叫哥哥姐姐嘴巴甜的像抹抹蜜一样 对于这样高情商的年轻后生又有谁不喜欢呢 所以他很快就得到了导演的赏识 开始给他拍片的机会 他先是在《天伦情类》中出镜 而后参演了《远野奇侠传》 《梁山博语》《驻英台》等电影 1964年 27岁的他得到了在花木兰中演男主角李广的机会 而《爱情》的女主林波则出生于汕头 幼年被转卖至厦门给别人当养女 并且改名为君海棠 1949年他和杨母逃难到香港 从此以一名小娟开始拍摄《夏雨变》《闽南片》 1961年他进入了邵氏电影公司 开始出演国语片 并在幕后代唱《凤桓巢》 《红楼梦》等多部黄梅调电影插曲 后于拍摄《梁山博语》中英台时 改名为《灵波》 该片令他一举成名 并荣获金马奖 最佳演员特别奖 这个靠反传出道的女明星 扮相俊美 又播剧风情 不仅男观众喜欢 女观众也喜欢 无论什么样的电影 只要有它出现 就总归卖座 为此很多人将60年代的香港影坛称为《灵波年》 就不足为奇了 1963年他初次到访台北 造成了万人空巷的盛况 众人都想目睹他的真容 造成的轰动不得不出动军警线维护秩序 台北还因此被封为《封人城》 之后他又以《花木兰》或《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 就是这部两人都参演的《花木兰》 让这对神仙眷侣相识了 据金汉透露 他和《灵波》第一次见面就互相被吸引了 但因为《灵波》是超级偶像大明星 所以他还是很知趣地将感情收敛了起来 可是爱情一旦产生了 就如何能够抑制得住 所以当《花木兰》快拍完的时候 他鼓足勇气向灵波求爱 这时邵氏高层为了创造更多的流量 暗示他放弃追求灵波 不过他始终没有放弃 而当时著名演员张冲亦是在追求灵波 面对金汉与张冲 灵波不知道该如何举舍 后来还是金汉的坚持打动了灵波 他的那种不畏高层的积压的精神 体现出了一个山东男儿的豪迈和不气 而灵波也是一个有主意的人 他既然认准了金汉 那么就算跟老板思破脸也要跟金汉在一起 最终两人于1966年部署结婚的殿堂 并先后生下了长子毕国志和次子毕国勇 婚后灵波仍站稳了一线女星的宝座 他所主演的电影《三校》掀起了另一股黄霉调狂热 离开少时之后他们自己组建公司 拍摄了多部电影 直到80年代末才正式退出演艺圈 并移居加拿大 其实灵波之所以选择金汉 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他并不是看上金汉的外貌 因为在五光十色的电影圈 长得比金汉好看又有型的男明星多的是 他看重的是金汉身上最闪光的品质 那就是忠厚实在 因为在这之前 灵波有归一段婚姻 在他刚满17岁时 曾与一位富商相识 并生下儿子施永辉 可这段婚姻并未维持多久 却带给了他太多的伤痛 连亲生儿子也不能在身边抚养 也许正是因为有过这样一段经历 所以聪明如他知道 分辨一个男人是否值得托付 不能只看他有没有钱 而是要看他神品好不好 而事实证明 灵波的眼光真的好 金汉虽然名气并不大 钱也不是很多 但是对灵波好到没话说 比如当灵波实在无法忍受 孩子不在自己身边 而且他知道前夫的性格 非常害怕他照顾不好孩子 所以决定与前夫对付公堂 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这时的金汉并没有生出什么不满 反而非常的支持 理解灵波 在这件事上 他甚至表现得比灵波更为操心 他联系各路律师 甚至通宵和律师们交谈那些对自己有利的条件 最终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之下 成功地夺得了施永辉的抚养权 这段世界被很多人赞叹 说金汉心胸大 甚至还有说金汉傻的 但是金汉却说 我们是一家人 灵波的事自然就是我的事 可见他对灵波的爱 已经到达了爱屋及乌的地步 但是结婚之后的两人 也并非像外界传言的那样 毫无矛盾 夫妻间一派风和日丽 其实两人又吵嘴的时候 但是他们很懂得彼此忍上 顺为夫妻之间的那点事 让一让也就过去了 有次在采访中 他们也大方分享了自己的相处观 说不吵架的夫妻是不长久的 生活中存在磕磕绊绊 是待所难免的 但吵过之后 双方都应该冷静下来 好好思考 最主要的是 要先从自己的身上看到问题 后来他们已去加拿大 本来是准备过上远离纷扰的日子 每日在院子里种种花 出去喝好酒 喝喝茶 生活十分的惬意 可上天总是爱跟人开玩笑 2001年 一个风和势力的日子里 夫妻俩照例去做每年的体检 谁知灵波居然被查出患有癌症 对此金汉坦言当时很害怕 突然之间发现 妻子对自己原来那么重要 自己离不开妻子 所以在这之后 他对妻子更加是体贴数微 更加百依百顺 好在病情发现得比较早 在金汉的悉心照料下 林波的病情并没有恶化 并且逐渐有好转的现象 2014年时 她的身体还能支撑 她参演梁山博驻英台 广媒调经典50年 当天同为金马影后 且都走 英气路线的好友林青霞 还前往现场捧场 但是由于当天演出时间太赶 并且怕引起轰动 所以两人还没有说上几句话 林青霞就匆匆地走了 只能趁着金汉夫妇 还没有返回加拿大之际 约他们出来喝下午茶 当天林青霞身穿一身大红衣 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喜悦 还跟林波分享了 自己手机里的照片 两人有说有笑 直到下午六点几人才分开 如今的金汉夫妇 依旧在加拿大种花 会有 而他们身后的感情 会让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幸福 而心情一好 病情自然也就不可怕了 由于前部的关系 林波的第一个孩子 大众并不了解 但是他们自己的两个儿子 却选择了和父母相同的道路 大儿子成为了一名优秀的电影神 他从底层做起 从为各个大小电影配音开始做起 在这个过程中 他积累了足够多的电影知识 最终一跃成为了一名导演 曾经指导过海南鸡饭 控制等电影 而二儿子在很小的时候 就表现出了极高的歌唱天赋 在他的努力以及父母的帮助之下 也成功地当上了一名歌手 今年年初 汪曼玲在社交网上 晒出了一组照片 并说道 年初九节目丰富 下午到坟领高尔夫球场 找金翰领波 晚上又去清霞家里吃饭 在曝光的合照中 位于左侧金翰 头发花白 面容汤桑 大扳朴素 虽然老太尽险 但却精神不俗 如此大的年纪还能打高尔夫球 着实让人佩服 熟亲金翰八十四岁 林波八十一岁 两人相依相携着 走过了五十五年的风风雨雨 而人生最美的风景 也不过是当我老了 身边还有你 有人说这样的感情 在现实生活中太少了 能够遇到一个正确的人 实在是太难了 但是其实仔细想想 也没有那么难 就像金翰 她为何能够抱得美神规 而且还能拥有富贵快乐的人生 也就是因为她一早就知道 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 而当得到心爱的女人之后 她并没有得到之后 就比气如履 反而是把她当成了 手心里的宝 从此懂得了节制 更不会贪婪 烂情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之下 她们的孩子 也能勇敢地去追求 自己所要的生活 回顾她们的生活 哪怕是困难 在她们的努力之下 似乎也变成了秀恩爱的法宝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 鱼姬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 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